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武装力量在多年茨克 马克·耶夫卡的临时驻地 遭乌军海马斯火箭炮袭击 63名俄军官兵遇袭身亡 不过乌军通报表示 至少有400名俄军士兵身亡 不管是400名还是63名 这都是开战以来 乌克兰对俄罗斯杀伤力最大的打击 消息指 袭击的发生恰逢跨年夜 2023年刚刚到来两分钟 乌军的火箭炮就击中了那里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马克·耶夫卡现场 富豪卫视特派记者卢宇光 带来东巴斯前线的最新战况 基辅现场 凤凰卫视特别记者李向 分析乌克兰国内局势 来聊一聊乌克兰因为一则贴文 引发西方猛烈抨击 北京现场太和智库 高级研究员军事专家 陈昊阳先生 分析乌军到底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得以追踪并且重创俄军 上海现场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指定主任刘军先生 聊一聊俄乌冲突 已经踏着血腥的脚步 迈进新的一年 停火指战路在何方 首先我们来看 李一帆的说通报道 倒计时的烟火点亮夜空 送走充斥着全球通胀的2022 2023如期而至 然而俄乌战士 并未因新年到来而停息 俄罗斯国防部2号罕见承认 乌军跨年夜 像位于顿涅茨克地区马克耶夫卡的居民区 发射了6枚海马斯火箭弹 其中2枚被防控系统拦截 4枚就击中俄军的临时部署点 造成63名军人死亡 随处可见的房屋几乎被移为平地 而这也是自俄乌开战以来 俄罗斯方面出现了单日最高阵亡人数 乌军则指俄军实际死亡人数 接近400人 另有300人受伤 新年当天 无情重击好似当头一棒 短暂的美好在穿梭的子弹面前 迅速化为炮影 有报导引述俄方消息称 事发地是在一个职业学校 这个学校被临时征用为 俄军的一个驻扎点 存有大量武器弹药 且位于乌军炮击射程之内 但事发时仍有大量人员 为庆祝新年而聚集 俄军将领在情报和部署方面 都犯下了严重错误 从两天内 三座军用机场遇袭 到跨年夜临时部署点 重担人员伤亡 俄军似乎并没有汲取相关教训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一些立法人士 要求对忽视危险的 俄罗斯指挥官加以惩处 怒火中烧的俄罗斯 更是扬言要让罪魁禍首 乌克兰及其盟友 为这场袭击付出代价 宣布计划将战略武器 引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开弓难回头 枪抢难收手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年致辞中 似乎提前暗示了 一场持久战的到来 与此同时 俄罗斯军队连续第三天 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而由于能源设施受损 当地实施了紧急停电 俄乌战争一年将满 越加胶着的战事 仍然望不到停火的影子 在顿巴斯前线 有军事专家分析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 正计划从三个方向 发起对顿巴斯的进攻 企图前往克里米亚 和分割顿巴斯南北两线 目前乌克兰军队主地集结 北线斯瓦托沃和南线扎布罗热地区 但据今日俄罗斯3号报道 德国陆军高级军官 北约联合司令部前指挥官 多姆罗斯2号大胆预测 俄乌冲突将在2023年夏季 达成某种形式的停火 不过他同时警告称 这并不意味着俄乌届时 会立即实现持久和平 而国际劝和促谈的呼声 遭一次起彼伏 可是美国依然没有放下武器的意思 在过去一年中 不仅无条件提供了 约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把爱国者系统 当作生日礼物慷慨相送 新的一年 原武武器质量与数量 更是有增无减 使得战事影响疯狂外溢 全球稳定 备受冲击 开年不利 俄军被袭导致惨烈伤亡 将会如何反击 一年将满 俄乌战事会否在新的一年 走向持久化 疯狂外溢 俄乌僵局会对2023世界 带来何种影响 子弹还要飞多久 那么事实上 在2022年岁末 充斥全球各大媒体头条的是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 俄罗斯可能会在跨年之际 对乌克兰采取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但是没想到的是 最终的结果是 乌克兰对俄罗斯是以来 自开战以来最出其不意的 而且是最血腥的一次打击 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可能俄罗斯也感到意外吧 我们首先有请在 顿巴斯西线现场的 特派记者卢宇光 我们知道 这一次的事件过后 乌军士愈战愈勇 与此同时 正计划从三个方向 发起对顿巴斯的进攻 你在前线 掌握到什么最近情况 我们现在就位于 顿尼茨克·马基尔夫 记者的身后 这就是莫斯科时间 2023年1月1号零点过后 在马基尔夫第19职业中学 这个方位在这里来自俄罗斯 萨拉托夫的动员的兵力 在这里遭到了乌克兰精确制导 导弹的打击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官方表示 已经有63名的俄罗斯军人 在这里闪生 当然了 有关于死亡的人数 版本还在不断地变化 受伤的人数也是100人以上 当然了 也有很多的版本 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 我们这里离19职业中端学校 离这里最近的距离 只有15米左右 就是在记者右侧的这些方向 当然了 到目前为止 有关这次袭击 它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的版本 有很多人表示 由于当时是2023年零点过后 很多的军人用手机 给家里打电话 报平安或者是祝福 所以在这个方向的 这种蜂窝的电讯 非常的集中 大家要知道 每天在顿尼茨克 也就是我们的上空 有300颗西方美国的卫星 在这个地区来对此监控 特别是去年12月19号以来 美国又调动了36颗的卫星 不间断地对这个区域 实施一个监督 当然在这个区域的所有的活动 应该都不是机密的状态 特别是像在这个区域 军人在这样的集训 在整个马基尔夫卡 都不是一个秘密 很多的俄罗斯专家也是质疑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军事基地 为什么它没有地下室 没有防备的这么一些安全的措施 当然现在的调令 也都是在包括俄罗斯 中央调查委员会 地方委员会 检查委员会 在这个事件进行一个调查 今天也是在这里的 敦巴斯民兵组织 也是接到了命令 不允许记者在这个方向的采访 所以我们也是在 目前在这个区域 周边地区进行一个外围的 这种现场的报道 好 谢谢雨光 从马克耶夫卡发来的最新的消息 可以说我们欢迎一下 马克耶夫卡事件本身 就是在新年的冲声敲响之后 两分钟 俄军士兵发了几条新年短信 被乌军发现了 六枚海马斯火箭弹飞过来 四枚被拦截 两枚被拦截到 把这个整个基地给夷为平地 我们有请在北京的陈昊阳先生 怎么来分析这件事件 看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 也不出意料 因为为什么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迹象 已经表明乌克兰 是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 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进行打击 远的比如说像对克里米亚大桥的破袭行动 对克里米亚俄罗斯的空军基地之前的袭击 以及前一阶段连续两次 在一个月内对俄罗斯境内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 进行无人机的攻击 而且就在元旦前后 乌克兰也同样使用火箭炮 对比尔哥罗德境内的俄方目标进行了攻击 只不过在比尔哥罗德方向的话 那个乌军的火箭弹攻击没有得手而已 所以乌军的这些攻击实际上是在意料之中 反倒是俄军可以说是完全的疏忽大意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叫战场意识太弱 当乌军连续不断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 俄罗斯士兵依然要做新年 那么这个地区实际上是在乌军的火力攻击范围的覆盖范围之内的 俄军可以说完全是战场意识非常的薄弱 第二个战场管理非常的拉胯 我们知道这栋大楼根据视频和图片资料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大楼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但是就算是四枚海马斯火箭弹全部命中这一栋大楼的话 也不至于造成疑为平地这么一个结果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楼内存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基本上接近是一个军火库 把人员的居住地或者是驻扎点和弹药库放在一起 这个本身就说明俄军的战场管理非常的薄弱 再一个就是轻敌思想 认为乌军的反击能力比较薄弱 俄军可以完全防范的战事实上 证明乌军还是有相当强的反击能力的 是的 看起来这个泽连斯基说 我们要警惕俄罗斯的导弹 其实是俄罗斯要非常警惕乌克兰导弹 再来有请在上海的刘军主任 从马克耶尔夫卡事件中 俄军应该提取什么样的教训 这一次事件您的看法呢 好的 主持人 我觉得乌军从这四件当中应该许起的教训 包括第一 继续提升防空拦截能力 来应对乌方的空中打击 这一次是六枚制造火箭弹 已经记录了两枚 第二 乌军准备不充分 新兵招募 迅速送上战场 训练及相关方面的准备都不充分 大量的士兵在战场上使用手机 乌方使用心练技术 很容易发现位置 第三 国军方对军事具体的闲置不谨慎 必要的安全措施不到位 士兵大量聚集 没有被分散 而且银房安置在弹药库旁边 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第四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 国军应加成尊实现实化建设 确保行动的保密性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刘军主任 我们再回到北京 再请教一下陈浩阳先生 我们知道 从长期以来看新闻的报道 似乎是俄军处于一个比较强势的地位 但是关于泽连斯基的新闻是很多的 但现在看起来 俄军似乎有一些雷声大 有点小的倾向 比如说一次是如此 二次是如此 三次还是如此 是不是暴露出俄军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的确 俄乌冲突爆发到现在 俄军完全没有表现出 昔日的苏联红军那样超级军事大国的 作战的威力 以及战场的表现 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从战略层面上 比如说俄军战略上有轻敌 它的武器装备 有一些方向性的发展问题 以及它的作战理论等等 都有一些脱节 这些都是俄军存在的一些固有的问题 但是同样在战场的指挥和一些表现方面的话 也存在一些现实性的问题 那么相比较 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表现不太令人满意的情况 而乌军的进步则是非常的明显 之所以俄军会开始有战略上战术上的轻敌思想 这是基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 以及在2015年之后 顿巴斯地区作战的乌军的表现 当时的乌军可以说是完全完全 战斗力非常的低下 但是在此之后 乌克兰在美国西方的大力的援助 尤其是北军之下的话 可以说它的作战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那么在俄乌冲突期间的话 乌军不仅仅是得到了美国西方援助的大量的武器装备 而且得到了很多的情报 支持各种各样的后勤的支援等等 这就使得乌克兰军队实际上 它现在的作战能力完完全全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正是在这样的援助情况下 乌军才能够跟俄军在战场上打成一个平手 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基本上处在一个势均力敌的阶段 俄方通过战争动员 基本上将此前前线兵力空虚的弱点给弥补上了 而乌军现在也在积攒更多的西方的援助 试图再进一步的反攻 那么接下来过了这个冬天的话 就看双方的力量消避长是否谁先会打破这个平衡 是的 好 谢谢陈昊阳先生 我们知道俄乌战争到现在已经超过300天了 很快就迎来一周年 谁也没想到当初俄罗斯的闪电战变成了一个持久战 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的刘军先生 在乌军欲战欲勇的情况下 当然我们不排除俄军要采取很多报复的手段 俄军还有什么取胜的底牌您的看法 好的 主持人 这次的事件我觉得也预示着俄乌局势的进一步的恶化 冲突还将升级 并将去长期化 因为它将进一步刺激俄罗斯的报复心理 加大对乌方的空袭打击力度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它也使乌方进一步增强信心 策划新一轮的对俄致命的打击 那么从未来来看 乌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优势 但是俄方它也在调兵遣将 双方都在为下一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那么乌方轰炸了克里米亚大桥以后 俄方改变了策略 重点空袭乌方的基础设施 包括民用的基础设施 破坏人员 电力供应 桥梁与交通线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乌克兰 限制西方军事支援效果的发挥 那么动员令以后 俄方已经有15万人进入前线 尽管从目前来看 俄方在军事上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但是俄罗斯它强大的军事实力 还没有发挥出来 如果说俄罗斯在它的曲线的底牌 我觉得就是大国的军事实力 有待进一步充分的发挥 大国的硬制的充分的发挥 再加上国内民众的高支持力 等等这些 我觉得都是确保 普京取得最后胜利的保障 您说到强大的军事能力 到底是指什么呢 是我们想的那个东西吗 所谓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 我觉得从一开始 俄罗斯它的特别真正行动的目标 是去纳策化 去真实化 那么它真正的目标 基本上都是军事设施 那么在俄方轰炸克里米亚大桥以后 它改变了策略 包括控制的目标 针对它的民用基础设施等等 那么这样一种 它的重型武器等等 还没有充分的使用 我觉得这个在轰炸 乌方轰炸克里米亚大桥以后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以后 我觉得俄方的战争中 报复心理会增强 我觉得它所能够动用的重型的战争中武器 我觉得都会用上 好的 谢谢刘军先生 包括中国等联合国 常有理事国在内都反对在俄乌战士中使用核武器 这个立场也是很明确的了 再有请陈浩阳先生 俄军的底盘您有什么看法 到底还有什么杀手锏没有使出来 现在一种观点认为 俄军在战场上表现不佳 似乎是已经明显的后劲不足 我倒不是这么认为 因为从去年8月份9月份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将俄军的总元额 从102万提高到115万 这个决定在元旦 也就是2023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 同时在12月底的时候 也就是不到一个月前的话 俄罗斯的国防会议 由国防部长邵伊古宣布 将军队的总元额 要将从115万再提高到150万 而且这个军队元额是不包含 此前俄军宣布的征召30万预备役部队人员 到目前为止 按照国防部宣布的投入到俄乌冲突战场上的 这30万预备役部队实际上只投入了10多万 另外还有将近20万的预备役部队还在国内进行训练 如果再加上其他这些新扩编的军队元额的话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俄军在国内将集结起大约至少20万 甚至超过30万的机动部队的力量 而反观乌克兰方面 第六轮兵源动员的时候 把征召对象已经扩大到了最高年龄到60岁 可以说乌克兰军队在战争动员 尤其是兵源动员等方面的资源已经枯竭了 那么在这个对比下面 俄罗斯的战争资源还有很多没有动员起来 甚至还有手中还有很多的机动力量 可以继续的使用 所以未来的战场 如果普京还能够继续的 要加大力度投入到战场上的话 普京手里的牌其实还是挺多的 是 那如果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 现在乌克兰还有什么底牌没有数出来 我们看到美国刚刚提供给乌克兰爱国这反导系统 爱国这反导系统其实对乌克兰来说的话 是原水解不了尽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爱国这导弹它的培训时间 至少在半年以上 美国方面已经明确宣布 不会向乌克兰提供美军的技术人员 用来操作爱国这导弹 因此根据乌方的那个说法的话 将向到美国把乌克兰自己的人员 派到美国国内进行培训 那么这个也就得要半年之后才能够形成战斗力 实际上乌克兰现在都在担心说 2023年以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停止 因为这次泽连斯基访问美国 然后美国在赶在1月份国会换届之前 紧急通过了400多亿的美元的援污法案 那么到2023年之后 能否再进一步追加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的话 这个要取决于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那么这个现在以共和党现在对民主党 对拜登政府的态度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实际上在乌克兰国内的话 已经弥漫出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深深的担忧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内其实一些有识之事 在奉劝泽连斯基政府 在两三个月前就已经说了 现在是跟俄罗斯谈判的最佳时机 千万不要错过 好 更正一下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谢谢陈浩阳先生 再来请问我们的刘军先生 刚才陈浩阳先生说 现在是谈判的时机了 您同意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双方和谈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就是陈先生所提到的一些有识之事 他提到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不代表一种主流观点 那么从目前来看 这个影响俄乌和谈的几大变量 第一 美国及西方的支援 没有西方的集体支援 乌克兰难以支撑下去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样一种支援 还能够延续下去 第二 普京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是怎么界定的 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普京所提出来的 是纳策化 是军事化 所以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俄罗斯也是不会停止的 主持人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现在是风头正盛 刚被时代周刊平文年度人物 又去美国国会演讲 你现在叫他和谈 他当然不愿意 对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聊一聊相关话题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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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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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回不到没有亏欠的起点 在一开的视线 离开没了抱歉 就此变成了陌生来电 何时已的阴天 像是你的善变 你与我是黑白花金的界限 消失的一切 对你的生情做复了剧情 可我保留最后一丝任性 像一切一成爱落地 可是我还在一意孤心 对我来说是关心和心